Hello Amigos, 欢迎大家回到我youtube的频道 今天我会开一个新的频道 是教大家algebra 2,即代数2 我的email address 就会在这里 青tom919 at yahoo.com.hk 这个就是我的名字 Layton, 或者叫他做Tom Lee 下面这个频道将会是 我youtube所有paylist的频道 你可以走到youtube的link 去看我所有youtube的频道 今天这个algebra tools 我是根据了一个syllabus 这个syllabus of USA High 就是美国那边的中学 就是我们叫high school 那边的中学的syllabus 我们包括的题材会有什么呢? 就会有masterline function compact number 这里为什么我不用中文呢? 大家都知道 就是当我们学数学的时候 很多时候一些terms 我们都是英文 比较容易明白的 尤其是我们香港的中学 在美国那边更加 你就用英文 所以我就用英文 说回数学的terms 因为中文数学的terms 是比较难明的 所以我就会用英文去说回 第三个topic 将会是athematics polynomial 第四个是polynomials 第五个就是radical relationship 第六个就是rational relationship 第七个将会是exponential growth and decay 第八个题材就是exponential and logarithm 第九个就是trichonometry 就是三个学 第十个就是advanced equation and function 第十一个就是series 第十二个是modeling 这十二个topic 亦是美国的high school里面的syllabus 就是关于algebra tools的topic 亦都很适合我们在香港里面的高中程度的algebra 就是代数的 好似我的教台一样 我会有英文版和中文版广东话版 这个就是广东话版 或者你现在在听这个教学 就会是广东话版 我们的第一课将会包括什么 这个第一课 我们只是说mastering function 究竟什么叫function 什么叫减数 减数里面也都包括很多subtitle 我们叫細分 細分方面 有combination of function composition of function modeling situation by combining and composite function shipping function Sketching function 即是用功能去画一些graph 我们叫Sketching function Introduction to inverse of function Filing inverse function 和Distimize whether a function is invisible 即是看看这个功能可否做inverse 所以我们要做反显数 所以在中文的词上就比较奇怪 所以我用回英文的词 大家一路学的时候 顺便学英文的数学 应该如何做 第一课里面 之前我们只是说combination of function 和Define 什么叫做function Function的Difination 我们叫做定义 我们学数学 其中一个要点 就是首先 我们未学之前 我们就要定义那样东西 定义完之后才可以学 如果你一开始就可以学 你不知对什么 所以首先 我们就要定义一下 什么叫做function 跟前我们会讲第一个topic 第一个topic 会是combination of function 我们首先定义了 什么叫做function A Correspondent X and Y 即是我们有两个set的变数 一个set的变数是x 一个set的变数是y 这个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我们有一条的变数 这条 function 将会是有一条 x的变数 相对应 一些y的变数 这个我们称为一个减数 我们看看例子 x 我们叫做independent variable independent 即是独立的变数 y 就叫做dependent 因为y的数值 y的数值 是dependent on x的数值 所以就叫做dependent variable 不如我们拿一个例子 去解释一下 我们看看这一堆 就是一堆的变数 这个就是y等于x加2 你会见到 当x等于3 跟我有个例子 x等于3 y就会等于3加2 3加2 也就是5 所以你见到x的变数 你可以进入任何的数值 当数值进入之后 y的数值将会根据x的数值而变 假设如果x不是等于3 如果x是等于2 那么y等于多少呢 我们看看 如果x等于2 的话 y就等于2加2 也就是等于4 这个我们叫做dependent variable y y的数值 是dependent on x的数值 所以x叫做independent variable y就叫做dependent variable 整条式 我们叫做一个function 这个是function of x 等于x加2 那么下一个 function of x 是等于y 也就是等于 你可以写成 function of x 是等于y 而y 就是等于x2加x-12 那么如果x等于1 你就把1 放进去 然后计算y 这个就是一个function的减数 也就是根据定义 你就会知道 有两式的变数 那一式的变数 就有x和y 那么x是一个independent variable 而y是一个dependent variable y的数值 是dependent on x的数值 我们继续去看下来 这些例子 第三个例子 就是y等于x-1 kuhu x加2 这个kuhu是代表成的 我们就不像平时 用一个成的数字 去代表成的 我们用kuhu 已经代表成了 当然 你可以说 我在中间 可不可以加成的符号 代表成 你可以这样加 但是没有意思 我通常不会加 这个是algebra 在代数来说 这两个kuhu 就是代表 x-1乘x加1 x-1乘x加1 就是x乘x 就是x2 x的二次方 然后 加给x加2 就是加2x 然后 减1x 所以 x-2 所以 就是x2 加2 这个就是整个 功能 如何定义 也可 像第四个例子 给大家知道 什么是 功能 第二个 就是 我们看 什么叫做 功能 的 combination 如何把这些功能 结合 所谓的combination 是什么 就是 如果有两个功能 fx 等于 x-12 gx 我们叫做 g g 等于 x-2 如果你用英文说的话 你可以这样说 当你要考试英文题目 只要回答出来 fx x-12 g x x-2 我们之间 这两个功能之间 我们可以做四种的operation 第一种就是 addition 将它两个加上 我们的写法 f plus g x 等于 f plus g x 另外 subtraction 減数 f minus g x equal to f minus g 第三个operation 就是multiplication 乘数 乘数 我们也不会用乘的符号 在algebra 我们会用一点 一点代表乘 f type g x hego to f x type g 中间 我们也不会写成号 或者点号 要连结束 我们已经知道 是一个乘数 这样的意思 接下来 随数 就是f-g x f-g 就是f x devised by g 但我们如何计算 两个function之间的 加减乘数 这不是两个普通的数字 加减乘数 而是两个减乘数 一个是x2 减乘数 另一个就是x2 这两个function之间的减乘数 如何双加 双减 双成 和互相除 不如我们走到paper 看看 我教大家如何做 我们就用这个例子 去试一试做 我回到paper 你看到 我在这张纸上 写了 就是f equal to x2 -12 f 等于x2 -12 g 等于x2 plus2 就是g x equal to x plus2 我们现在要计算的 就是f plusg 等于什么呢 就是等于f plusg 然后我们去 substitute 它下去就可以了 我们将f x subtitude with 这个 即是我们代这条色 下去里面 我们就会有x2 -12 加比g 就是x 加2 接着我们就会等于x2 -12 加比x 加2 就是等于x2 加x 减10 这个就是个答案 就是两个分成的互相相加 就是f plus g 就是等于这个答案 这个就是两个分成 你当然可以叫它做h h h 就是等于这个分成的意思 就是两个分成的相加 这个可以写成h 接着两个分成的相减 就是f minus g 就是等于f x minus g 也就是等于另外一个 我们叫做y x 喜欢怎么代数都可以 因为代数共 代数 代数y g 就是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x2 减12 减比x加2 我们就会得到x2 -12 减x 减2 我们就会得到x2 减x 减14 这个也是f minus g x得出来的答案 接着我们就用另一张纸去做 不如 今次我们做的就是乘数 所以你可以准备一堆纸 尽量大家用纸去做 不要用电脑去做 因为不要用骨子去做 用纸去做的时候 你就会比较容易了解 因为你做过一次就会记得 我们今次做 f multiplied by g x 是等于f x multi by g x 我都叫它做q 无所谓 你可以叫它做money of x 都可以 答案是什么 f 就是x2 -12 g 就是x加2 两个相乘 相乘的话 就是x2乘x 就是x3次方 接着x2乘2 就是2x2次方 -12 x -12 x -12 x -2 x -24 这是答案 答案 答案是x3次方 加2x2次方 -12 x -24 这是x type g 最后 最后我们会计算 f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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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除以x加2 便会得出这个其实答案 但当x等于-2 分母积分序会有0 在x等于-2 这个governmentänd容 pret back for x 寸 scale Park 当x等于-2 这个分析会 NoDevide 而就是X alsd -2 若交佩 在x等于-2 这个功能不能显示 有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f plus g of x f minus g of x 或者是f type g of x 去到f st g of x 四种的combination 我们都懂得如何去做 这就是四个combination of function 就是加减乘除 不是普通的数字的加减乘除 而是一个功能的加减乘除 我们都可以做到 不如我们做一个例子 给大家做 这个就是一个exercise f of x 就是 x square 减 x 加 1 也可以在纸上写下 就是f of x 是等于 x square 减 x 加 1 g of x 就是等于 x 加 4 那我们怎么做 f of g of x 可以在纸上写下 给大家看看 我们怎么做这两个双加 我只是做一个加 至于减乘和除 你自己做 加法也是一样 f plus g of x 是等于 f of x 加给 g of x 也就是等于 x² 加 x 加 1 加 x 加 1 加 x 加 4 也就是等于 x² 加 x 加 x 加 x 加 1 加 4 最终的答案就是 x² 加 2x 加 5 就是 x plus g of x 在这一课对于我们的algebra tools 来说是非常重要 虽然它是第一课 我们如何去Define 什么叫做Function 之外 我们亦都要知道 Function与Function之间 我们如何做四个operation 加 减 准 除 记住这一课 如果大家想熟悉algebra整个 course 你一定要熟悉什么叫Function 以及它们的加减成群 是最基本的 亦是最重要的一课 好了 今课说到这里 adio hasta luego 拜拜 再见